大家好,我是爱读书的Mila 今天为大家阅读隐藏的奇迹第四章 健康之源 科学事业是崇高的 需要以奉献心情投入毕生精力 基础性研究往往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也不会给世界带来及时利益 应用科学则可为人类带来福利 尽管我曾决定不会从事健康研究的前线工作 但某种原因还是促使我去开发 医疗保健工作者使用的工具 用于治疗现今社会中传染性疾病 减轻人们的痛苦 在犹太州大学读完博士以后 接下来的几年我分别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医院和诊所的微生物研究室中工作 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我感到事业已经隐约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当时您只需要用在研究学院学到的知识去进一步深化科学理论 不用去考虑那些世俗问题 比如说您的发现能否给人类给病人带来好处 我开始逐渐看到在科学研究机体上 也存在相当严重的政治与官僚作风 让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是科学究竟是医学 正在日益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 我知道自己并不想成为医药公司的雇员 也不想钻监基础研究的象牙塔 或在制度体系中玩弄全数 受到独立不息的拿赖森保林林林斯波林的影响 还有从父亲那里秉承的创业精神 我决定走自己要走的路 那时只有两种病毒吸引疾病 肝炎和风湿 两种病的诊断都可以通过实验室来确认 我决定尝试开发那些迫切需要的试剂 以及对付其他病毒感染 我的希望是在病人离开医院前就可以完成 试验并把结果报告给医生 能将比现在的普遍做法有效得多 于是我返回犹太州的盐湖城 那里的实验室设备齐全 足以进行细胞培养 却一直犯人无自问 总部是在加利菲亚州勒厚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Solk Institution for Biological Studies 以前使用过那里的设备 约纳斯·索尔克博士Dr. John Sox 发现和培养了世界上狩猎有效的脑灰制炎疫苗 他对于水雕阿硫生病最感兴趣 这种病毒感染往往发生在人工磁养的水雕身上 我们至今对这种疾病还有许多谜团未能破解 索尔克研究人员没有在水雕试验室中取得很大的进展 将试验室终止 我冷手捧了这个热油锅 成了他们这个决定的最大的受益者 我对索尔克怀有深深敬意 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科学家 他认为对科学家而言 设有失败 只有徒劳无功 作为拿奈森·柏林·林斯·Pauline的同行 约拿斯·索尔克·John Sox 把生物学看作一门学科 以及基础文化学科 他揭示了人类和自然宇宙 人类与科学、艺术、宗教 和人文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和鲍林一样 索尔克并不为学术界接受 他常说自己最大的悲剧就是受盛民所累 为他在学术界内招来大量匪夷的嫉妒 据他说 要不是他一手创立研究所 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成为其中一员 为了开创事业 我卖掉所有财产 从小型商业管理局带了款 用这笔钱购买用以进行病毒诊断的实验的设备 我给实验室命了名 尽管在这样狭小炎热的环境下 那股气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高禄实验室于1974年成立 到了1977年6月 也就是仅仅在两年半之后 我的几个绿过性毒菌诊断测试法 已经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检查局 FDA U.S. Food and Drugs Administration的肯定 并准备推向诊所和医院实验室 当听说一些大制药公司多年一直试图 做同样的事却功败垂成时 我感到相当振奋 我知道与大批药厂相比 我的资金几乎就像大卫和哥利亚之间的差异一样 要保持继续竞争力 必须尽可能开发高科技技术含量的试剂 我开始培养当时所有对人类疾病诊断 有着重要意义的病毒 有了这些培养机 我就可以着手准备试验体制 研究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 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事 我首先集中精力研究包疹病毒 并开发培养方法和针对大多数这些病毒的测定法 市场上第一次有了磁类产品 EBV EBV 非洲淋巴细胞癌病毒 测定法是高楼实验室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这是高楼实验室在全世界增定了成功基础 当时整个世界 特别是欧洲 都在等待这种测试法 在我所进行的30多种诊断性实验室中 EBV测试法是我在医学诊断中得以确认的 这种方法在别处无法复制 至今为止 它仍然是诊断这种病毒引起的感染的黄金标准 当时一种病菌感染一旦确认 医生可以用以大推抗生素来除根病毒 但抗病毒药物在20世纪70年代之处于开发阶段 因此很多医生用于一些病毒感染往往不能确认 有一种诊断实验室方法可以代替EBV 那就是易燃体试验 但这种试验并不具体 而且在确认儿童所受的感染是毫无效果 通过EBV确认感染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 必须确认非典型的单核细胞增多症 因为这往往表明了潜在免服异常 其次通过实验室可以获得信息 也排出大量的失调紊乱 从而防止EBV感染可能将其扩大放化 比方说 公形虫 Tasoplasma钢点 感染于孕妇在头三个月内 具有潜在危险性 在没有广告 事实上在没有任何营销措施情况下 高路实验室EBV测试的全球销售额 每个月都有稳定增长 我一直感到骄傲的是 我看中的不是高路实验室成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而是我们的产品填补了以前未被满足的医药需求 同时 对于那些健康专家来说 我们的产品令他们的病人迅速康复 我之所以能在 滤过性毒菌诊断诊断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个成功的原因 是在高路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操作的质量 病毒不能自身反应值 它必须挟持主细胞的新陈代谢 集体才能产生构成成分 随后集体呈过滤性毒菌威力 我知道要研究出最有效的滤过性毒菌测定法 必须培养出最好的滤过性毒菌抗原 因为病毒需要主细胞来繁衍 如果不能培养出健康的完全符合要求的细胞 我也就不能培养出优良的病毒细菌 培养细胞并不容易 即使是很健康地生长了素月的细胞 它们也毫无症状地突然相继死去直到死光 有细胞培养出的细菌对环境 特别是对培植阶体的营养物质非常敏感 一个从敦海岸重新迁移到西海岸的 培养的细菌几年几乎都死亡了 最后培养细菌的水要横跨整个国家 由东岸空运到西岸直到一年后 细胞适应了新环境为止 高禄实验室拥有当今最好的细菌培养设备 在多年培养细胞的实际工作中 我已经探讨出一个特殊的培养方案 吸引并培养了一些这个领域中 优秀的细菌培养技术专家 就像其他学科一样 在进行专门研究时 直觉与常识往往和机密的设备 以及技术指导一样的重要 高禄实验室取得的成功的秘诀 主要在于我们全面掌握了 相关不同类型的细胞营养要求的知识 通过对生命所需要的 所有基本营养物质正确组合 我几乎能将细胞无限期地 保持在健康状态 并且没有任何衰退和疾病技术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 会在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 静静地起革命 获得良好营养的原理是普遍性的 如果我们能根据基本的营养需求 每天全面地正确地 适量地为身体补充营养 保持营养平衡 那我们就能获得长期的健康 总之生命的健康源于细胞的健康 谢谢大家收听 下一张我为大家阅读隐藏的奇迹第五张 生命机体